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川 今儿咱聊点轻松有趣的话题 咱聊聊中国2024年春节除夕不放假这事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网民是一片骂声 甚至有上纲上线 往当今胜上习近平身上靠拢那个意思 当然过往言之过往听之 我们来分析 我们来尝试理解一下 为什么今年的除夕不放假 它背后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逻辑 我把我自己的看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那么话题从何开始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2024年的春节安排 2月10号到2月17号连续休息 休8天 但是要调休2月4号和2月18号两个周日要上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 你看看日历就知道 2月10号是大年初一 等于2月9号除夕他不放假 当然他在通知后面加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说这个时间公布完之后 他说鼓励在2月9号除夕的时候 各单位安排年假安排什么情况 安排休息 这话就有意思了 观众朋友们咱们都知道 中国人的传统年春节过年 过年过年过的就是大年三十 过的就是除夕 对不对啊 在这一天里边合家团聚 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 然后诉说这一年来的分别之苦 你都经历了什么 他都经历了什么 是个家庭美满的 所以中国人每年为什么有春运 但是你在今年 或者说在2024年转过来 这没俩月了吗 是吧 你的春节 你的除夕突然不放假 却要求各企业去放假 给你安排年薪假 这种话说的 我怎么形容呢 就是你 你就好像要求狗啊狼啊 这些食肉动物不吃肉一样 你怎么可能 在一个996的中国 你国家说是鼓励 没有法律 鼓励你 就是你可做可不做 中国可做可不做 就没人做 你不信你是当核酸的时候 可核酸可不核酸 这健康码可看可不看 你试试 你看看有谁能被封在家里面 建议大家居家 不强制 你不锁楼门试试看 对不对 纯扯淡 所以这里面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 当然了 这消息一出呢 网上什么样的消息就都出来了 说什么都有 甚至有各种各样疑似冲塔的言论 很有意思 给大家分享几句 比如说 有人说 说这为什么不让这个过除夕啊 过除夕不放假呀 难道是有人在复活这个年兽吗 这个这个点过去 因为过年过年指的是 就是说中国的神话 说以前有一个怪兽叫年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就来吃人来 那么除夕的时候呢 就是要除掉这个年 哎哎 放鞭炮什么的 说现在你看 先是这个不让这不让那了 然后又又开始不放假 那下一步是有人就复活年兽来了呀 先是不许放鞭炮 后来又是不放假 对吧 这是一种玩笑之业 还有人呢 更进一步 就研究这个同音字 为什么说笑话文化 说谐音梗扣钱呢 因为在中国说谐音梗 是一个特别恐怖的 高危的职业 除夕 那网民就说成了除夕 学习的夕 这一下对应了当今圣上 所以说这天不能放假 但是这个理论很明显说不通 对不对 如果说真的说要除夕的话 你把名改了不就完事了吗 那你比如说中国 有一位古人 袁的头 袁世凯 当然这位也比较犯忌讳 因为他要登基是吧 这个当了八十多天 这个没登基的皇帝 是吧 没被公认的皇帝 这咱们不提 就是说他干了一件事情 他把他当皇帝那年的诏书 写了一个 说这个过完年之后 不是这个元宵节吗 元宵节 谐音梗是什么呀 元 元是本来是方元的元 现在改成元世凯的元了 姓元的元 元宵 元世凯要宵王 这大不吉利 这犯忌讳 后来想了半天 调动肚子里不多的墨水 元世凯说了 发诏书 说以后这不许叫元宵了 要叫上元节 恢复古称 当然发到我们今天的互联网环境 这个上元节 怎么上啊 用什么方式上啊 多少人上啊 是吧 这个其实更恐怖 当然这个今天是过往言之过往 听着开玩笑的是吧 就改成了上元节了 这是离中国现在最近的 因为谐音梗 不允许说这个 就改变百姓节日的 称呼习俗的一个故事 那你要再往前导呢 还有一个著名故事 也挺有意思 这个事发生在北宋 当时中国这个常州有个太守 叫田灯 灯是这个姓田 是种田的田 灯是这个灯高的灯 这田灯为人很跋扈 传说啊 传说很跋扈 然后呢 根据野史记载 他就说我这个名字里有灯 你们都得避讳 你们说什么灯高 不行 这灯字不能说 你说这个点个这个灯 不能说 这都叫避讳 如果被知道了 被发现了 轻则抽鞭子打板子 重则判刑 甚至有可能砍头 结果呢 到了这年的这个春节元宵 正常情况要发告示 庆祝丰收嘛 是吧 要放这个花灯 要告诉百姓 我们这三天有这个花灯表演 大家来看 来消费来 结果呢 这官员就犯了愁了 这个不能写灯 这元宵放灯 这玩意 这说不 这说完了我 命没了呀 官没了 命没了呀 这太守不让提这字 后来想来想去 这个写的 是吧 是吧 元宵放火三天 把这个灯用火来提示 结果后来呢 有一些外地的客商 不明白什么意思 啥意思呀 这官方要杀人放火 还放三天呀 就收拾扑块就跑了 那后来有百姓呢 一边走一边骂 就是著名那句成语的来历 说是叫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这典故 据说是 好像 我看的好像是什么 孟希比谈 好像是沈阔说的 当然我不是很确定了 好像是反正之前看了这么一眼 挺有意思的故事 所以不管这故事是真是假 就大家能看得出来 就是因为一些言论的避讳 或者说这种 个人的感受 包括你看像这个 朱元璋是吧 不许说猪等等 杀猪不许说 这种 其实都是反人类 也是反民心的 民众在私下该说元宵 还说元宵 该说点灯 还说点灯 这是一种反抗 也是一种讽刺 当然了 这个事情呢 不管说最后 中国为什么选择说 这个春节除夕不放假 是不是因为除夕除夕等等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这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政府的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 就是刻薄寡恩 为什么前两天 有人拿那个崇祯来比呢 你看崇祯 崇祯也是刻薄寡恩 为什么 你看 老百姓 像胡锡进出来叼盘 说说这个国家的这个恩情浩荡啊 国家就是为了把这个法定节哀日 总常是不能变的 所以给你规定到这个大年初一 这样能连休八天多好呀 你要按之前只能休七天 我还查了下来真是啊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都是除夕放假 但是休 只休七天 然后就要上班了 这能让你多休一天 难道不好吗 而且鼓励企业 用这种 休年假的方式 再帮你多凑上一天 这是多么的黄恩浩荡 这是多么的 雷霆雨露 巨势君恩啊 黄恩浩荡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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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呼吸就来劲了 当然这事呢 理论上来说 好像有那么一 那么一滴滴道理 你捏捏捏 不能再多了 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要刻薄寡恩呢 就是多休一天会死吗 老百姓多休一天 中共就坚持不下去了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啊 就是说在给外面大撒币的时候 花钱的时候 眼都不眨一下 远的 是吧 稍微远一点的 咱说之前中国有钱人都不说了 就是中国今年 西安那次 中亚五国 一个国家撒50亿人民币 你眨眼了吗 对不对啊 那个什么什么亚运会 整一帮大学生 跟着好家伙不又蹦又跳的 廉价劳动力 然后那个园区里边的饭菜 是吧 几块钱随便敞开了吃啊 无数的避孕套随便了用 我就问问 这些眨眼了吗 这些抠做了吗 你是来运动的 你是来比赛的 你不是来玩避孕套的 每人就现三个避孕套 你有抠这些东西吗 你有算计这些东西吗 你有这样的皇恩浩荡吗 你没有 那怎么轮到让老百姓休息的时候 就开始如此的抠抠缩缩 什么啊 有人说 那法定居家日规定了 法定放你娘的屁 中国宪法都可以改 法定居家日怎么了 对不对啊 你真的皇恩浩荡 就多 多放一天 或者说你不改 你还是按照以前休七天 咱们不是说了吗 过年过年 过的就是个年夜 过的就是个除夕 你说你让人一个人 年后多休一天 你倒不如让他在春节之前一天 有更多的反应时间 因为很多人要挤火车 要坐长途车 要对吧 要转运的 你要给他留出时间来 你除夕当天肯定是不够的 你别说下午下班以后回家 你就是中午提前跑 你有的人坐着火车 都来不及回到家 之前说除夕那天放假 很多人那一天都在路上过的 尤其是住在一些偏远地区的省份 云南贵州那些地方 那些火车又不是很快的那种 那还要换车 基本都是卡着 年夜饭点能进家 那就算烧高香了 对不对啊 所以综上所述啊 我给出我自己的判断 就是我认为这些研究 这个假期的专家 他们心里在憋着坏的 憋着屁的 怎么呢 有网民就说了嘛 说这研究这个假期的专家是谁 你把他名字说出来 我们保证不打死他 当然意思是反的 意思就是喷死他 对 那这个法定监制 为什么今年这么安排 当然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不一定对啊 这是纯粹是抛砖引玉 我是砖头吗 抛砖引玉 跟大家来分享 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在减低 或者说用软的方式 让很多人不回家 您先别着急喷砖头啊 我给您想起解释解释 我这个思维逻辑是怎么回事 刚才咱们说了 中国人过年就过一个年夜 这很重要 但是今年法定不给你批假期 而很多地方的企业 也不给你带薪假 怎么办 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些企业 他会说我不给你假 带薪假 但是你可以请假 那么还会有些人这样走 但是一定还会也有一些人 他们因为离家很远 又没今年经济又不好 没挣到什么钱 他们又怕请假老板不高兴 过完年回来之后 你就别来了 拼技校拼考勤的时候 不敢请假 他们想了想 离家又远 打电话回家 今年就不回家过年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认为是有的 那为什么国家要算这个呢 我认为是中国政府胆小 担心 他怕很多人 就是比如农村啊 是吧 一个家里边 七八个孩子 四五个孩子 天南海北的 过年往这一扎堆 一聚会 聊聊 老大挣着钱没有 没挣钱 老二呢 也没挣钱 这太平盛世的谎言 就维持不住了 再有来个老三老四 讲讲政府怎么欺压他们 政府怎么吃拿卡要他们 政府怎么工钱 给政府相关的工资 工钱 包括这次恒大 碧桂园 很多公司垫资的 都没有钱 公司给政府垫钱 政府不给节 然后公司没有钱 公司就没有办法给员工发钱 这些报应 都是应在最底层老百姓头上 所以这个假期的安排 那些平时在本地上班的 无所谓 对不对 顶多就是 不能在除夕 到白天起来 就开始准备年夜饭 晚一点吧 下班回家做也来得及 但是 对于刚才咱们说那些 要坐长途车的 坐一天坐两天赶春运的人 他就来不及了 那反正来不及了 那我就不回去了 要不就避免了这种不满汇聚的情况 农村的信息闭塞 中国的虽然是有互联网了 但是网络上这些审查呀这删帖 中国那些基本盘们 就是要让他们闭塞 就是让他们不知道 中国现在混不下去了 那这些孩子们反正也不想折腾了 干脆在他们打工地方这过年 就歇一歇吧 还省了路费了 今年也没挣上几个钱 给家里汇点钱过去 把路费变成钱给家里汇过去 这年就算过了 你想想我分析的 或者我推测的 有没有这个道理 对吧 因为相关的官员 他不能下一个通知说 今年不许回家 那就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他必须用一种方式 既不明显 但是又有一定的效果 然后让这些人 不要像往常一样的回家聚集 去交流可能发生的不满 他们是防患于未然 防止人们聚集讨论自己的痛苦 由此引发对政府的不满 这是我想来想去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一个可能性 要不然你怎么解释呢 对不对 你闲得蛋疼 除夕不放假 然后初一放假 然后往后歇八天 正常人谁能想出这招来 如果没有动机 或者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怎么着 除夕这天碍着你事了 对不对 除夕这天是有什么 真的有这么忌讳吗 不可能 有忌讳就改名字了 对不对 你除过完年多多歇一天两天的 有什么用啊 没有用 你还不如之前就提前放的 只有这个解释 今年的经济太差了 今年很多人都活不下去 挣不着钱 不能让你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个事 聚上这事要出事 这是我的一个解释 那观众朋友们 对于今年这个除夕不放假 是为什么 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感触呢 除了咱们说的这种 这个避讳 除了我的分析说不让聚集 还有说除了我们说的 对于老百姓刻薄寡恩之外 还有什么高见 欢迎评论区留言 咱们在评论区进行交流 那今天的小段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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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